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学习 往生正因这一品经文 同修们 如果有拿到经文的话 可以对照 我把经文念一段 这是接着前面的经文 往下学习第二段 经文的第五行 倒数第二句 看起 复赐阿难 若有众生 遇生彼国 虽不能大精进禅定 尽持经界 要当作善 所谓一 不杀生 二 不偷盗 三 不隐喻 四 不妄言 五 不其语 六 不恶口 七 不两舌 八 不贪 九 不撑 十 不吃 如是昼夜思维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种种功德 种种庄严 智信归一 灵力供养 世人临终 不经不布 心不颠倒 吉得往生 必佛国土 好 这一段是补充 中辈往生的修音 讲的相对来说 比较详细 中辈往生 如果按照善导大师 在《观经四帖书》里面 所分析的 这是属于欲小凡夫 所谓欲小 就是他所遇到的远 比较适合 独善其身 这个小就是小城的小 既然已经遇到净土法门了 这是大城中的大城 无上了意 怎么还称为大小呢 有这样的分法呢 这个分就是说 在心量上 行持上 与小城行者相应 所以把它归到小一类 这一类众生呢 不能像上辈往生人 有那样广大的菩提心 菩提心还是有些的 只不过没有像上辈那么殊胜 那么圆满 行持当然也没有上辈精进 但是 跟下辈相比 他还是能够做到 独善其身 也就是说 虽不能够与上辈相提并论 但跟下辈相比 还是绰绰有余的 经文 我们一条一条来分析 复持阿难 这是另外一段 特别叫着阿难 要注意听 就是提醒大众 下面又是另外一个段落 若有众生 欲胜彼国 假如有这么一类众生 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虽不能大精进禅定 尽持经见 这就说出 中辈往生人 他受环境局限 种种因缘 无法向上辈 那么大精进禅定 尽持经见 大精进 大禅定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们念佛 常年累月 勇猛精进 不休息 这叫大精进 这从形式上来看 更进一步 能够身心世界彻底放下 这叫大精进 这个精进 就是不夹杂 他真的能够做到 一心不乱 上辈往生人 确确实实 是一心不乱 这个标准 偶艺大师 所说的 这就是说呢 中辈往生人 没有办法 做到这么圆满 精进禅定 就是因为这样 精进的行持 所以得大禅定 什么叫大禅定呢 对念佛人来讲 这就叫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就是甚深禅定 上辈 上平往生人 在发心 行愿 和念佛的功夫上 那绝对都是一流的 堪称典范 那么中辈以下 没有办法 做得那么圆满 但是没关系 都能往生 个人量力而行 无法尽持经界 就是经上所讲的教诲 没有办法完全做到 但是他并不是不去做 还是尽力去做了 可是做不圆满 那中辈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接下来就特别提出了 谁不能大禁禁禅定 不能尽持经界 要当做善 也就是说 应当要具备 断恶修善的条件 所以这样就很明显告诉我们 中辈往生人 就是独善至深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他做的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全面的 这个善有什么标准吗 经上一条一条列出来 所谓 一不杀生 乃至到食不吃 这就是我们学佛的同修 很熟悉的 食善业道 看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食善业 确确实实 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中辈往生 就是按通常情况来论 念佛人 应当具足食善 食善具足 信愿念佛 往生净土 那就是中平往生的条件 在这里我们要 多说一说 这十条行持 这是学佛人的基础 也是我们现在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 我们在读 《观无量寿佛心》 看到 维提西妇人 想要往生极乐世界去 就向佛请教 极乐世界那么好 我怎样才能去 佛就说了 您先别着急 先别问方法 我呢先跟你说一下 要具备什么样的前提 才能到那里去 于是 佛就说 敬业三福 佛说了 这个是 三世祝佛 敬业正业 敬业三福 头一条 就包括此地说的 修实善业 孝养父母 奉事事长 慈禁不杀 修实善业 看来 这是念佛人 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真的要留心去学习 有些朋友会想了 这个太容易了 我早就做到了 其实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 或多或少 这些地方都需要不断的去进步 纵然做到了 不圆满 所以要不断学习 才能够进步 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 龙王讲过这样一段经文 佛告龙王 菩萨 有义法 就是菩萨有一个方法 龙王是谁呢 龙王就是我们的代表 龙王生活在哪里 我们知道龙在海里 是不是 我们今天在哪里 我们今天也在海里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 怎么在海里 周围没有水啊 我们在苦海里面 我们生活不是一个苦海吗 我们在苦海里面 龙代表什么呢 龙代表变化无常 王代表自在 我们就是苦海里面 变化无常 烦恼很自在的一个众生 所以用龙王做代表 那么告诉龙王 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众生啊 我们要想菩萨学 菩萨有这么一个方法 能离开一切 诸恶道苦 菩萨有一法 能断一切 诸恶道苦 怎么意思呢 菩萨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能够把现前将来 所有一切的苦恼 全部断掉 换句话讲 就是菩萨 他是很会过生活的人 他有一种智慧的方法 能够转苦为乐 不管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他都不会痛苦 这个方法很重要了 这就是菩萨 他为什么那么快乐的原因 可以有方法 这一法是什么法呢 为于昼夜 常念 思维 观察 善法 他这个方法 就是一天到晚 心里面只想 眼镜只看 行为 也只这样做 都是 纯净 纯善的 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 念念 增长 不容毫分 不善 见诈 不仅仅 在行善 而且让这些善 变得越来越纯 一丝毫不善 都没有 果然能这样去做 佛后面说 是极能力 诸恶永断 善法圆满 常得亲近 诸佛 菩萨 急于 圣众 什么意思呢 就是果然这样坚持 一切恶业 全部效忠 一切善法 圆满成就 常与诸佛 菩萨 聚会在一起 就是弥陀经上 说的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这个我们觉得 有点羡慕了 怎么这么好 天天跟佛菩萨 天天跟善友 在一起 跟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我们今天 也很希望 有这样的环境 走到哪里 看不到讨厌的人 遇不到烦心的事情 没有人干扰 举目望去 满街都是圣人 很想这样 很想这样 说明我们现在 不是这样 所以才很想 我们现在呢 走到哪里 好像都有 讨厌的人 看到什么 好像都有 不顺心的事情 这个放眼望去 满街 都是恐怖分子 不说 不说 不说是 多么恶劣吧 至少 好像真的 我们看到经上讲 五着恶事 众恶充满 那菩萨他如何做到呢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地方 菩萨在生活中 他只看善的 只念善的 只记善的 所以菩萨所在之处 真的就是 常于祝佛菩萨聚会 因为善能招感善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佛特别教我们 要这样去做 那么这个法 具体而言呢 此法 极是 十善业道 这是十善业道经里面 特别重要的一段经文 就是修十善业 有什么好处呢 现前的好处 慢慢会发现 在我们生活中 充满善良的因素 多看善的 多做善的 多留意善的 慢慢把我们心中 这些不善给代替 于是我们的痛苦就会减少 我们的烦恼就会越来越薄弱 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心里面常想善的 常念善的 自然而然 不那么烦了嘛 很正常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对十善业的学习 要特别流行 十善业条文 大家都很熟悉 头一个 一不杀生 大制度论里面 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 这样告诉我们 诸于罪中 杀业罪中 诸功德中 放生地义 就是在所有恶业之中 什么业罪中呢 杀生 杀生的业最重 所以五戒十善 杀生都摆头一条 反过来 什么功德 最为殊胜呢 放生功德 最为殊胜 这是相比而言的 杀生罪业 为什么那么重 我们也想一想 我们自己 最爱护的是什么 钱 财物 眷属 还是其他的身外之物 很爱惜 但是跟我们的生命相比 哪个更重要 理智一点 我们肯定就知道 当然是命重要了 不过也有少数人 要钱不要命 宁愿 舍弃自己的生命 去保护那一点点 可怜的钱财 也有这样的人 就像民间故事里面流传 所以有几个人 一起出行 遇到一条河流 要乘船渡河 结果船行到 这个河的当中 出现故障 船要沉了 大家争先恐后 逃到岸上去 因为几个人平常都会游泳 水性很好 于是谁也管不了谁 拼命游到对岸 有一个人 平常水性很不错 游泳很好的 可是这一次 怎么游都游不动 朋友上了岸也奇怪 说你怎么回事 平常都比我们还要好 今天怎么了 说你们不知道啊 我今天带了一大 一大波的铜板 过去的钱都是铜板 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卡 说这些钱啊 把我压下去了 我感觉很重 实在游不动啊 朋友们就赶紧劝他说 傻瓜 赶紧把钱丢掉啊 命要紧啊 他说不行啊 钱要没了 我也不要活了 于是抱着钱 死活不肯放 最后连钱一起沉下去 这就叫要钱不要命 好像有点夸张 但在现实生活中 也绝对不是没有 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讲 理智一点就知道 钱可以再赚 身外之物可以再获得 而生命对很多人来讲 可能失去之后 就不会再有了 这个不会再有 就是他这一期生命告一段落了 纵然再来 他换了一种形式 因此众生最爱护的 就是生命 把众生最爱护的生命 给杀了 这叫杀生 杀是什么意思 就是断命 把众生的命给断掉 就叫杀 有情 有情就叫众生 这里的众生 特别是指 有情众生 就是人 然后这些小动物 蚊虫蚂蚁都包括在内 按照戒律里面的说法 这个杀戒说得很威胁 上至祝佛圣人 师 生 父母 佛 阿罗汉 师长 出家修行人 乃至父母 长辈 这是上面的 下呢 下至 威系昆虫 就是我们说的蚊虫蚂蚁 凡是有生命的 不得顾杀 就是不要故意去伤害 杀不可以 伤害也不可以 这里面罪分三等 其实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不要去犯这一条 比较好 杀人罪过很严重 杀蚊子 有人说了 这没关系吧 那就是有没有关系呢 假如我们是那一只蚊子 现在会不会抗议呢 对我们来说 他生命微不足道 蚊子的生命很短 但是对蚊子自己来讲 他觉得太重要了 无可代替 所以不杀生这一条 我们要理解的话 应当从什么角度呢 从慈悲的角度 从生命平等的角度去理解 一切众生 但有佛性 皆当做佛 但有生命 一律平等 这是佛法里面讲 不杀生 包括一些动物在内 真正的原因 那么其他宗教里面呢 不说不杀生 只说不杀人 甚至有些宗教认为 其他道的这些众生 是专门用来给人吃的 有人说 上帝造这些 这些小动物 就是专门给人吃的 大家想一想 这公平吗 有些时候想想 真不大合理 如果上帝造这些 给人吃 那这些小动物 应该很听话 来来来 下酒 把你吃掉 他应该很乖才对 事实上 他不愿意 生命是平等的 因此 在佛法里面讲 应当对每一个 有生命的个体 给予尊重 那么在杀生里面 表现形式有很多种 譬如说 自己动手去杀 杀人 一般人 不太容易动这个念头 故意杀人 国家法律也规定 不可以杀人 学佛同修呢 这一条 一般不会故意去犯 但是 其他的这些小动物 有时候 在我们的手下 乃至脚下 就在劫难逃了 尤其是一些 刚刚学佛的朋友 杀人吗 我不会 大的动物 我也不会杀 这蚊子来咬我 实在可恶 啪一巴掌 打死几个 而且很准 请问一下 蚊子来咬我们 要不要打 有没有打过 不好意思说 突然被人问到 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挺难为情的 你说不打 实在有点痛 实在有点亏本 太难受了 你说打 别人就说 你学佛了 还杀生 打蚊子 怎么觉得 挺不好意思的 那有人还会说 这蚊子是害虫 传播细菌 怎么可以听之认之呢 我们看待问题 都不能过于极端 两方面都照顾一下 我们先从生命平等的角度来看 尊重生命 是我们要学习的慈悲心 而这些生命 它自己用什么样的形式 去生存 以及我们认为它是否有害 这都不是绝对的 比如说 我们认为这个众生有害 这些众生反过来 还认为我们有害呢 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在这个地球上 说老实话 那些动物在开会 他们天天在想 这些年啊 人类把我们害苦了 谁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害虫呢 他们肯定在商量 一次通过就是人类了 人类天天在宰杀他们 国际上一些动物组织啊 就是保护动物的这些组织 他们有个调查 过去几千年之内 才灭绝的物种 现在用不了多长时间都灭绝了 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天 平均有将近三十种动物 在这个地球上灭绝 不是一个啊 是三十种 将近三十种啊 这个物种没有了 到哪里去了呢 到人肚子里去了 现在社会科技发达 武器先进 好处不多 都用来杀害众生 所以有人说啊 现在这个社会 人们餐桌上吃的 应有尽有 天上飞的 除了飞机不吃 能抓到的都吃 水中游的 潜艇不吃 捞不上来 凡是能捞上来的 大到鲨鱼 鲸鱼 小到海底 上亿年的那一些原始生物 都把它捞上来 有时候我们看到 这些怎么这么奇怪 形状那么怪异 海底生物 你们像科技先进吗 可以捞上来 捞上来干嘛 捞上来填饱肚子 其实这些放到肚子里面 他会做怪的 干嘛要吃他呢 陆地上跑的 汽车不吃 动车不吃 凡是四条腿的 能抓到的 尽可能的吃 听说有些地方 还吃的很恐怖 让人看到 真的惨不忍睹 我们不说别的 单单从破坏 自然这一块来讲 这都不应该 自然生态破坏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客观理智的去分析 而不是用一种 极端化的方式 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我们客观分析了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 佛法里面讲的 不杀生 护生 是对大自然 非常有效的 一种保护措施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从佛法修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不仅仅说 去执行放生的行为 护生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 养我们的慈悲心 所以在不杀生 这一条善行 落实的时候 重点在哪里 就是不要纯杀心 有很多学佛朋友 很为难 说没办法 我们在生活中 有时候一不小心 踩死一只蚂蚁 那怎么办 这个不要有杀心 就行了 没有办法避免 不要纯杀害众生的心 无意中误杀的 不再磁力 不再磁力 并不是说 这就没关系了 反正误杀多才十几只 没事 借误杀之名 行故意杀害之实 这就不对了 不要纯杀心 但是因果还在 因果是什么呢 虽然误杀了这个众生 没有罪 将来要受报 报是什么呢 我爸他误杀了 将来我们也会被别人误杀 这就是误杀的果报 因此尽可能的 守护众生的生命 不要去伤害 养慈悲心 不要自己亲手去杀 有很多学佛的朋友 学了佛之后很困惑 家人不学佛 要为他们做这些大鱼大肉 该怎么办 要不要做 做吗 自己心不安 不做吗 家人不高兴 都是众生 该怎么去调和这个矛盾呢 大家不妨借鉴一下 六祖能大师的做法 六祖能大师 在猎人队里面 十五年 这十五年他干什么呢 给猎人做厨师啊 天天做饭给猎人吃 猎人吃什么 天天就是这些野味啊 能大师很有智慧 你不能说不做啊 还是做 他怎么做呢 猎人拿来活蹦乱跳的这些小动物回来 他就接下来悄悄把它放掉 去找那些死的来代替 让这些猎人也吃一吃三劲肉 不要吃活的 无形中也让这些猎人的业减少了很多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做法 就是学佛的在家居士 家人不学佛 不吃素 那么自己 如果是家庭主妇 要做饭 欢欢喜喜给他们做 不要买活的来杀就好 就到市场上 买这个三劲肉 这就没关系 三劲肉 就是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我杀 这样呢 可以避免直接的杀生 也不是有意这样去做的 这是为了 让家庭关系搞好 那么在做的时候 有时候我还是不安心 看到这些 哎呀 心里面还是怕怕的 怎么办呢 你就边做边念佛 回向 回向给谁呢 回向两方面 一方面呢 回向给这个被吃的众生 就像过去杀猪的屠夫 杀猪前拎着猪耳朵 拎着猪耳朵跟他说 说什么 猪啊猪啊 你莫怪 你是人间一道菜 他不吃来 我不宰 你像吃的去讨债 民间很多杀猪的都会这样念 念完之后 然后把猪杀掉 那么要讨债呢 说你谁吃你的肉 你去找他 跟我没关系 当然这是推卸责任的做法 所以那个吃肉的人 也要当心了 猪要找的时候 他可能会找这个吃的人 那么学佛同修啊 不是故意杀害 没有存杀心 吃三净肉 给家人做三净肉的时候 心不安的话 就是念一念 往生之后念念阿弥陀佛 回向给这个被吃的众生 劝他不要怨恨 这也是他的意 怨他往生净土 得生善畜 同时呢 也回向给吃肉的众生 希望他们早一天觉悟 不要有恶报 希望他们彼此之间的恶缘 早一天化解 中间做一个协调的工作 这就很好 自己也不用为难 就可以了 不要因为学佛 吃素不吃素的问题 闹得家庭不合 这有些不太土大 不要自己亲手去杀 自己亲手去杀 这个罪过挺重的 这就是杀生里面的自杀 若自杀 这里面还特别要说一点啊 自杀里面包括 不杀害别的众生 也不要杀自己 现在很多人 想不明白 遇到一点事情 把自己杀掉了 自杀 自杀的现象越来越频繁 而且年龄 呈现年轻化 年轻人 在社会上 经不起打击 遇到小小挫折 想不开 于是走上绝路 跳楼的 服毒的 还有现在高科技 自杀的方式 科技便捷了 好处太多了 正地方用的不多 都用在这些地方 楼建高了 跳楼很方便 那么自杀 在佛门里面 也是不允许的 很多人说没办法 我觉得这个事情 实在活不下去了 其实不是活不下去了 是自己不敢面对 既然有勇气 走向绝路 为什么没有勇气 回过头来 面对生活 这很矛盾的事情 下次我们如果遇到 有这样的人 劝他来 你不是想死吗 给你找个地方 念佛堂 你去拼命七天七夜 念七天佛 也可以念往生啊 如果你真的不想活了 那就去念佛 如果他真有这个勇气 那么可以借这个机缘 求生净土吧 但是很多人呢 他没这个勇气 只是赌气 一般人认为 我这样死了 一了百了 什么烦恼就没有了 其实这是一种误会 死了之后 没完没了 只是痛苦才开始而已 因此 我们如果遇到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有缘人 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劝他 不要走向这一条绝路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学佛人啊 也尽一点点责任 这是一种慈悲 因为现在社会 很多人感觉压力大 受不了 一不小心 想不开 就会走上这条路 这不应该 自杀的罪也非常重 自己也是个人吗 把自己杀掉 也算杀人了 这个罪挺重的 若自杀 若叫他杀 有些人很聪明 杀生罪很重 那怎么办呢 我又很想吃 又不想自己动手 请个人来 让他杀 好像自己没有动手 那就不算杀生 其实叫他杀 犯两重罪 自己动了杀心呢 这是一种 又教会了别人杀生 别人犯的杀生的罪 算自己一分 所以罪上加罪 因此在这个地方 要正确去看待 还有 剑杀随习 前面两种 学佛人 明理的 一般都不会去做 但是这一条 剑杀随习 有时候 我们会忽略 举个例子 我们讨厌的众生 我们看到他被杀了 心里面就很高兴 终于死了 终于轮到他了 就像我们看到 讨厌的人倒霉了 终于老天爷有报应了 他活该 他造这个罪 这一种情况 就是随喜 看到别人杀生 生随喜心 罪过是相等的 我们学普贤行愿 随喜功德 别人修功德 我们生上等随喜心 功德跟他一样 那么反过来 别人造恶业 我们也生欢喜心 罪过也跟他一样 这个很冤枉的 我们又没杀 但是我们生了欢喜心 比如说看到别人在杀生 那个众生正是我们讨厌的 我们看到觉得很过瘾 这就是剑杀随喜 很多人看电影 看电视 里面有些杀戮的场面 譬如说看到抗日体财的电影 中国人杀日本人 于是大家觉得很过瘾 杀得太好了 里面杀了多少人 自己有份 演戏而已 人间就是一场戏 说的就是起心动念结业 见杀随喜 说的是一种杀心 太可恶了 我这样也不可以吗 不可以 学佛人 我们要修慈悲心 那些众生他真的 罪有应得呢 罪有应得已经可以了 我们干嘛还要加上 这样一层心态呢 没有必要 我们反而回过来 要替他们忏悔 希望这个愿结早日化解 不要生起这样负面的想法 所以这个电视电影 要会看啊 不会看 这一场戏看下来 吵了很多傻业 挺冤枉的 花钱买罪受 真是 那么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这样情景也不例外 看到别人杀生 那怎么办呢 不管是我们喜欢的 不喜欢的 我们要念佛 给他回向 比如说我们到菜市场去 有时候我们去买 这些小动物放生 整个菜市场 我们没有能力 把他们完全救下来 那怎么办呢 一走进去 我就念佛 这是经上教的 当众生被杀害的时候 听闻到佛名号 他马上就能离开山途之苦 你说声音没那么大呢 不用管 这不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存心去观想 借佛愿力 来接引这些众生 把这个佛号的力量 散出去 我们的心有多大 力量就有多大 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所有被杀的众生 他都能当下脱离山途 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情景 应当升起慈悲心 而不是见杀随喜 那么那些杀害众生的人呢 我们也不要恨他 有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买放生的 我们去买 他就故意把价台很高 甚至有些时候 我们看到 有个众生很特别 被人捕捉到了 我们要去买 人家还不卖 拼命要买 他干脆价格台高到天上去 我就是不卖 非把他杀掉 我们有时候就很怨恨 我们没必要怨恨 放生吗 我们要放的那个是众生 那个补众生的也是众生 两个都是众生 没有必要为了放一个 跟另外一个结恶缘 那怎么办呢 这说明是他们的恶缘 结得太深了 我们要为他们祝福 希望他们早日化解 我们已经尽力了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杀生几种类型 若自杀若叫他杀 见杀随喜 身羽翼三叶 自杀是深业 叫他杀是口业 见杀随喜 是异业 举这三个例子 全都说到了 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 像刚才举的例子 有时候 一些同修会有些困扰 家里面很多蚂蚁 很多蚊虫 甚至有蟑螂 这该怎么办 学佛同修常常有这样的困扰 最好呢 把家庭环境能够拉点好 卫生清洁 那么这一些可能就少一些了 纵然还会出现的 不会太多 不会太多的情况下 我们自己换个想法 这些小动物到家里来 说明我这边风景还不错 来这边旅游 我们和谐相处 尽量不要伤害他们 太多了 我们考虑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那么就轻轻的 把他们请到外面去 尽可能不要伤害就行了 当然如果我们真的有耐心 有诚意 可以跟他们沟通 有人说这有些神话了 怎么跟他们沟通呢 以前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常常举一些例子 很多人认为这有些太不可思议了吧 这些小动物怎么跟他沟通 他会听话吗 那要看我们的诚意和缘分 我以前看到 有一则现实的故事 美国有一个慈善家 他有一个小孩 心地很善良 他呢 就是跟这些小动物沟通 效果很好 他们家住在农场附近 所以常常就有些苍蝇 在家里跑来跑去 开始大家也不以为然 不多 后来有一天啊 好像这些苍蝇来开会一样 满屋子都是 怎么敢也敢不出去 父母亲就很头痛 这可怎么办 什么方法都用尽了 就是不出去 最后啊 那个慈善家他就想 看来没办法了 我们明天去买药 把这些全部杀掉 小孩听到他十几岁 就着急了 说爸爸爸爸你先别急啊 给我一天时间 我试一试看 跟他们沟通一下 如果他们真的还不走 那么你再去买药来杀 没关系 爸爸就觉得很好玩 给你一天时间 看你怎么处理 他就当天晚上不睡觉 干什么呢 写信给苍蝇 小孩子很天真啊 他就写了一封 志 苍蝇的信 信里面大概是这样说的 小朋友我们看上去 他好像在 在这个玩游戏 但是他很认真 他说亲爱的苍蝇 那学佛了再加个菩萨 说我知道 你们到我们家里来 可能是有某种原因 但是这不是你们的家 这是我的家 你们来了 做客是可以的 长时间不走 我们的生活就受影响了 你们如果要想找吃的 我们可以提供吃的 给你们放到外面 如果你们感觉还不过瘾 我给你们介绍个更好的地方 附近就是农场 那里才是你们的乐园 然后给他讲道理分析 说完了之后 后面又这个话锋一转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个 很不好的消息 你们啊 如果在一天之内不能够离开的话 你们就要当心了 我爸爸明天要去买药 把你们统统杀死 希望你们还是早一点离开 他把这个信写完之后 担心苍蝇看不懂 就拿着信满屋子大声念 念给苍蝇听 念完之后信贴在窗户上 然后旁边的窗子全部打开 画一个箭头 上面写上 如果你们听懂了 请从这里出去 他想得很周到 然后说完 大家晚上睡觉了 很奇怪 第二天早晨醒来 一只苍蝇也没了 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这个人 这不是学佛人的事情 这是一个真实的 一个慈善家的事情 这个慈善家 后来也被他孩子感动 生活在一个慈善的家庭里面 我们一般人看到说 这又是一个童话故事 怎么可能呢 那么我们学佛人 我们听多了知道 这并不是神话 也不是预言 众生跟我们人类之间 有密切关系 在某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坦诚相待的话 是可以沟通的 在佛门里面我们看到 有些禅师 他们跟这些野兽为伍 野兽不会伤害禅师 禅师也不会害怕野兽 不要太远 近代广青老和尚 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广青老和尚 在青原山 在泉州附近的青原山 在这边 这个住山洞念佛 他刚进山洞 他不知道这个山洞是老虎洞 就在里面 自己一个人 静坐念佛 到晚上老虎回家了 回家一看 怎么有个不术之客 老虎开始大惑不及 就慢慢靠近 广青老和尚就想 这该怎么办呢 害怕也没用了 心想 如果是业力的话 那就让他吃掉吧 可是还是试着跟他沟通 说老虎 你是个畜生 这个山你比较熟悉 你到哪里再找一个山洞 很方便 我是个修行人 找个山洞不容易 你要不要考虑 把这个地方让给我 我修好了就还给你 老虎居然好像听懂了 不再往前走了 退回去 老和尚觉得 这一结算过去了 然后静坐念佛 结果天刚刚亮 老虎又回来了 这一次回来不是一个 是带了一群老虎 这个时候 广青老和尚有点担心 这个班旧兵来了 可是这个时候 仔细观察 这一群老虎没恶意 手在洞口 谁都不进去 老虎把他的家族全带来了 在洞口守护广青老和尚 给他做护法 动不动在那边玩游戏 可能担心一个人修行 也太无聊了 给他在那边耍戏看 就是这样 跟这些我们认为 野蛮的动物在一起共处 彼此没有伤害 一般人就不理解了 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像一个恶人 我们一般人都用一种恶狠狠的态度 对他 他当然要保护自己 他也就用一种加倍的恶意 回过来跟我们相处 反过来 如果我们用一种诚意 我们不会轻视他 不会放弃他 用一种关爱的态度对他 他就会慢慢的 把这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 解除了 道理很简单 我们所认为的害虫 其实是我们保护自己利益 把他们认为有害了 他们反过来 还认为我们有害呢 所以对待这些动物 我们用一种慈悲的态度去观察 虽然我们做不到 大家不要学啊 不要跑到动物园 老虎挺好 那广青老和尚 能够把老虎当做朋友 我也去跟他 好好地相处一下 动物园里面的还好一些啊 山里面遇到了 一定要跑啊 我们没这个功夫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诚意 有这样的慈悲心 有这样的定力 那没关系 这样的例子在佛门中 还不在少数 我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有一位蚕食在修行 老虎跑来 跑来之后就蹲在那边 像一只小猫一样 蚕食呢不理他 然后他就叫来很多老虎 一大群 蚕食看到就为他们说法 说法的时候 一只老虎打瞌睡 蚕食就很生气 拿起一个木棍 就在老虎头上 狠狠敲几下 老虎就不敢打瞌睡了 就像训小朋友一样 训虎弱猫 这在佛门里面 那绝不是神话 我们看到就觉得 这太不可思议了 千万不要潮湿 这个是有特殊功能的 这是一种德行 这是一种慈悲力量的感召 我们现在不要感化老虎了 感化什么呢 几只蚊子 感化一下 试试看 就是看一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耐心 能够跟这些很小很小 绝对不会对我们造成生命危害的这些动物 跟他们共处一下 看一看我们有几分慈悲 我们看到历代修行人 他们发行到山里面喂蚊子 我刚出家的时候 就是看到高僧传里面 这个喂蚊子 我也就没事 一个人跑到房顶上去喂蚊子 我差不多喂了一年 后来呢 走到很多地方 蚊子都不来找我 这算是常识 当然很难受了 蚊子咬嘛 肯定很难受了 但是后来慢慢习惯了 忍下来了 不知不觉 就变得很正常 有人会担心 这样子岂不是有很多传染病吗 我感觉也没什么传染病 我还担心把我的病传染给蚊子 我们在这个地方不需要想太复杂 佛既然这样为我们说了 那就一定可行 我们不妨试着去做 我们如果感觉到实在不行 我担心他会伤害我 那么我们就避一避 也不要伤害他就可以了 就是我在不能够利益他的情况下 不能跟他相处的情况下 我回避 我不伤害他 那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家里面有这些小动物 我不伤害他 我请他到外面去 可以了 那么夏天蚊虫多 我没有办法 向这些大德有慈悲心 天天供养他们 没关系 我请他们出去 或者自己有蚊帐 挡住不让他们来 就可以了 不要要他们的命 蚊子来咬一口 化圆而已 吃一口饭而已 不犯死罪啊 犯不着 要跟他们结这个恶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事情看得简单一些 我们愿意 那就供养 不愿意 请他离开 好说的 这个好好的结这个善缘就行了 这是举这样一个例子 儒家 虽然没有要求很严格 但是这一种慈悲的精神 还是具备的 孟父子说过这样一段话 君子远刨厨 君子远刨厨 就是君子不愿意到厨房里面去 现在很多君子也这么说 说这个古圣先前讲了 君子远刨厨 我不要下厨做饭 古人远刨厨是什么呢 是怕到厨房里面 看到杀生的场面 见其声不忍 见其事 刚才还是活蹦乱跳的一个小动物 现在一转眼 它就要变成一盘菜 放到你的面前 吃得下去吗 稍有一点赤影之心的人 不忍下厌啊 闻其声不忍吃其肉 这是儒家讲的 那么从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来看呢 换个角度 假如这些众生是我们 我们生命受到危害了 我们是不是很期望 有人来解救我们 有人对我们好一点 假如有人要救我们了 旁边有个人说 哎呀他死的活该如何如何 我们会不会很怨恨 同样道理 所以经上对于杀生之过和不杀生之善 是反复强调的 因为这是佛法的根本 慈悲心的体现 在这一块 学佛人是要特别留心的 故意杀害 不会 就是无意的杀害 我们在生活中也尽可能的减少 不要结恶缘 已经杀害的呢 我们念佛回向忏悔 给他道歉 以后尽可能的避免 在这个地方 有很多值得我们 去学习的开始 那么现在世间灾难很多 动乱也时常有 古人常说刀兵劫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杀生 千百年来 碗里更 怨深四海 很难平 这个我们在杀众生的时候 众生的这一种怨气结下来 它就会造成什么呢 造成一种动乱的因素 结得深了 久了 多了 战争就起了 遇之事上刀兵劫 刀兵劫就是战争 那么大的战争 哪里来的 莫名其妙 一件小事情 居然发动一场大战争 不是莫名其妙的 但听屠门 夜半城 那个因 就是杀生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 避免灾难的有效做法 以前印主常常说 就是两件事情 吃树 灭佛 吃树不容易 不要杀生 戒杀 这是可以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可以从 这个社会的角度去分析 在我们内地 这些杀生的残忍场面 有时候还能见到 看到这些残忍的场面 这个慈悲心 应该要升起来 还有很多人说 这些众生不杀 养着 如果大家真的都这样做 岂不变成动物世界了 担心的很多 事实上 这个现象不可能 就是我们这边天天劝 劝大家不要杀生 劝大家少吃点肉 也没几个人听得进去 十个人当中 一个两个就算多了 那个提问题的人 他自己都不愿意这样做 还担心什么呢 只不过是个借口 就像很多人问 出家 你们都出家 全世界人都出家了 那该怎么办啊 问这个话的人 他自己肯定不会出家 这是个假设 在这个事件 目前是不会成立的 所以我们了解之后 对于不杀生这一条 是应当多留心学习 不杀是消极的 进而要去护生 放生 放生在佛门里面 也是常见的一种善行 只不过呢 我们在放生的时候 要尽可能的避免一些副作用 哪些副作用呢 譬如说 我们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有些善心人士 或者是团队 要放生 听说放生功德大吗 于是 明天初一或者十五 或者佛菩萨纪念日 提前打电话 给这个菜市场的某某人 我们明天要放生 先给我抓来多少斤 明天送来 好像订外卖一样 这样放生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放还好 这一放 那些众生要被抓 所以放生最好怎样 不定时 不定地点 不能够让这些商贩 有机可乘 让他们掌握到规律 这个道场 初一十五肯定放生的 我们都买好了 这一天多补一些 给它准备着 这样就会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放 要出一种慈悲心 然后在具体操作的时候 要善巧方便 尽可能的 不要让这些 被放的众生 受那么多折磨 放到地点 也要妥善考虑 比如有一些 是淡水里面的生物 不要放到海水里面 有些是海水里面 才能成活的 那不要放到淡水里面 这些都是有学问 需要我们流行学习的 平常我们自己放生 这个随缘性的 比如说菜市场 买菜的时候 几条小鱼啊 买来 随手放到河里 这个就很容易了 养吃悲心 就可以了 除此以外 在生活中 看到这些小动物 不花钱的 小动物它遇到困难了 哪些困难呢 比如说夏天 天气很热 大家窗子都打开 晚上灯一亮 小虫子就飞进来 有些飞进来 他一下撞晕了头 倒在地上 起不来 我们看到了 帮帮忙 这都是一种 护身的行为 总而言之 只要有心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有 种种善巧方便 来爱护众生 尊重众生 将来这一些 都是我们佛法 修学过程中的 殊胜质量 不杀生 放在头一条 我们举这样几个例子 去学习 第二条呢 不偷盗 不偷盗 稍微有些自知之明的人 都知道 这个事情不好 偷盗不是好事情 不会去偷盗 能做到 但是在佛门里面 他讲的更威信 威信到什么程度啊 经上是这样说的 凡物有主 就是这个东西有主人 主人没有同意 我就狮子拿来用了 在主人的心里面 认为 我的东西丢了 好 这就犯偷盗罪了 而且 东西不需要很多 一张纸 一分钱 一草一木 都结罪 这个事情挺麻烦的 他一不小心 这个道戒就破了 偷盗这个事情 以前老和尚讲 换个说法 不偷盗 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纯心 占便宜 如果有占便宜的想法 一不小心顺手牵羊 就是偷盗 说的更微细一点 比如说 在公司里面 团队里面 找个借口 用公家的东西 为自己服务 这都是偷盗 比如很多人上班 办公时间 拿公司的电话 跟朋友聊天 讲诗人的事情 这属于偷盗 很多人说 不打白不打 反正公司交钱 用公司的这些纸张 这些笔墨 写诗人的东西 这也叫偷盗 学佛同修这一块 或多或少都了解过 以前 李比南老居士 在这个地方 真的非常谨慎 他在奉侍官府 做主任秘书 奉侍官府 就是台湾 他们有这样一个部门 专门纪念 孔老父子的 孔圣人的 大成奉侍官府 这个地位也非常高 然后每一次 发这些办公用品的时候 老居士就特别 向孔德成先生 老板 特别说明 说我这些纸张 这些文物 这些文件 有时候我会拿来 自己写一些东西 不知道可不可以 而孔德成先生 每次都说 可以啊 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拿去尽管用 这么点小事情 还要每次跟我说 老居士讲 这不一样 你同意了 那说明 是你送给我的 你不同意呢 那是我师子拿来用的 犯道歉 这就是真正学佛人 老修行 在这个地方非常精神 现在 很多人这一块就忽略了 那么别的地方忽略 还好说 在道场里面 要特别留心 地藏经厂也是这么说的 在这一块要特别留心 藏着物 一针一线 最好 不要在这个地方忽略 就是在道场里面的东西 藏着物 三宝物 现前生物 就是凡是道场里面的 一切东西 尽可能的怎样 尽可能的 不要轻易去动 道场的负责人 那么他负责管理 没关系 你说我在道场里面 常常活动 常常办事情 那么自己如果有这个责任 有这个权限 没关系 这算是主人这一边的 如果是到道场里面 偶尔来活动 或者道场里面挂单 清修 对道场的一切物品 不要轻易去动 一草一木 都不要轻易动 这个罪过很严重 华剧菩萨说 五逆四重 我亦能救 道生重物 我不能救 什么意思 五逆四重 这在戒律里面 是最重的罪 菩萨有办法救 但是道生重物 道三宝物 不能救 这里面有个道理在 三宝体变十方 三宝物是变十方 虚空伐界 主人太多了 哪怕只是拿一针一线 一点点 我们认为拿的时候 一点点 还的时候 是尽虚空变法界 一切三宝面前 都要还 都要结罪 所以要占便宜 去占别人个人的便宜 占一个人的便宜 将来还他一个人 占一个团队的便宜 将来还一个团队 占一个国家的便宜 将来还一个国家 占佛门的便宜 说老实话 还不完 所以这个便宜 占不得 那么民间 有很多人 在这个地方 不明理 认为寺庙的便宜 好占 反正没人管 偷东西 随便拿 这个真的是 愚痴至极 这是自己找罪受 不要觉得没人管 佛门里面 很会投资 这个东西拿走了 不用担心 他将来要用 无量的时间来还 生生世世都还不进 所以这地方经上特别提出要流行的 以前我们在静中学会 老和尚讲地藏经 讲到这一段经文就说了 应该把这段经文写出来 贴到每个角落 现在都还贴着 一进这个大门就看到 地藏经这一段经文 就是让大家进道场 来干什么呢 我们到道场是来服务的 到道场不是为了索取 那有人又担心了 那这样一来我饭也不敢吃了 不是 道场里面 同意给大家的 比如结缘的法宝 大家随意呢 跟大家说明了 我们的餐饮免费供应 大家随意去吃 这没关系 道场没有同意的 不要食指去动 这是最起码的一点点尊重 不要说太多 就是我们学地质规 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 我们到别人房间里面 不要随意翻别人东西 翻饭没关系呀 翻到重要文件 不该我们看的 我们看了 这就叫偷盗 那机密泄露了 别人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 我们不小心知道了 这也叫偷盗 偷盗讯息 很威胁啊 就是总而言之 我们不管在哪里 有这样的一种谨慎的态度 自然而然 这一条就能做得好 不偷盗是消极的 更进一步 积极的是什么呢 布施 广修布施 广修布施 用来忏悔 以往偷盗的罪 同时呢 也是啊 改偷盗的习气 这个地方啊 我们举几个例子啊 来分析一下 我们在生活中 有时候会担心 我们的东西丢掉 我们担心 别人也担心 大家知道 为什么会担心吗 有没有人担心 自己东西会丢掉 钱包会丢掉 会不会担心 一点不会担心 那就太不容易了 会担心是正常的 什么缘故 按照因果来分析 因为我们之前 让别人担心过 这是真的 我们看到历代祖师中 有些视线 他东西放哪里 随便 他不担心 什么缘故 他把偷盗的业 忏悔干净 也没有一个念头 要去偷别人东西 所以自然而然 没有这个业果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真正 温习去观察 去学习 这些都是基础的东西 学佛的基础 念佛的基础 果然这些基础有了 见念佛堂肯定安心 你不用担心 这边念佛 阿弥陀佛 我手机在那边 会不会丢掉 不会这么担心 自然而然 就把身心安定下来 所以为什么 要把这个做基础 这就是安定身心的做法 那么做生意的朋友 有时候会想 少交一点税 这样钱多赚一点 偷税漏税 也是学佛人不应该的 有人说不行啊 要是照这个样子 交下去 生意肯定赚不了多少钱 其实换个想法 就把这一些 当做布施供养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 去占这个便宜 占一个国家的便宜 将来要还的是整个国家 所以这些地方需要留心 第三条 不隐喻 在家学佛 不协议 我们通常看到 这个十善里面 前面三条 生三叶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协议 那么这里讲 在家出家 学佛 两类 出家 全段隐喻 在家学佛 佛制不协议 如果有家庭 不协议 那么现在社会 我们看到 婚姻出现危机 感情很不容易威胁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不言而喻 多半跟这条有关系 不是男方在外面有外遇 就是女方在外面有问题 外遇外遇 奇怪 都遇不到阿弥陀佛 遇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回不来了 遇到圣贤 他不好好的去 去在这个地方 好好了解一下 但是遇到这些不好的姻缘 很多人还说的好听 哎呀 这是术士的姻缘 命中注定的 没办法 奇怪 遇到佛 难道不是术士姻缘吗 为什么不来好好学 遇到好的也是缘啊 为什么不好好上进呢 偏偏找这些借口 这真叫 自堪堕落 那么这个事情 古人也是很重视的 古人常说 万恶引为首 百善孝为先 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讲 家禽是社会的基本元素 它是一个最基本的细胞 就像我们这个身体一样 一个家禽就是一个细胞 如果这个细胞出现问题了 破裂了 生病了 身体局部就感觉不舒服 如果有相当一部分细胞出现问题 这个身体可能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观察 这个社会上 凡是社会问题严重的地方 多半跟离婚率有关系 如果家里面还有孩子 两个人离开了 孩子就成了单亲儿童 于是就出现 发育不健全的现象 生理上心理上都有 它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 负面影响 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 整个社会我们管不了 那么学佛人在这个地方 自己是应当谨慎一些的 接下来这四条是口业 深山口势异山 这十三叶 口业呢 特别讲四条 那就提醒我们 口业要特别留心 因为口业最容易犯 这四条呢 我们很熟悉 因为我们常常说 一不小心就犯了哪一条 对照一下看 四不妄言 五不其语 六不恶口 七不两舌 妄语 就是纯心骗人 见到了 说没见 听到了 说没有听到 没见到呢 跟别人说 我见到了 说的跟真的一样 没有听过呢 跟别人讲 我听过 一无一时还说出来 现代人骗人 都不戴眨眼镜的 这属于妄语 妄语有大妄语 小妄语 小妄语就是普通的 在生活当中 很会骗人的 那么大妄语是什么呢 大妄语就是学佛人 自己没有正果 跟别人讲 我好像正果了 自己没有达到某种境界 跟别人说 我达到某种境界了 为正言正 为德言德 都是属于大妄语 这里面有纯心骗人的 所谓纯心骗人 无非是为了明文理 跟别人讲 我有神通 我正果了 我怎么样怎么样 你不要跟别人讲 他跟这个人这么说 跟那个人也这么说 跟所有人都这么说 大家都知道了 他还跟大家说 你们都不要跟别人讲 意思就是 要讲的话 也是我讲 这样一种纯心欺骗大众的 当然 是属于大妄语当中最严重的 大妄语成 就堕无监狱 果报在阿比地狱 楞言经上一个比喻 譬如平人 一个普通老百姓 号称帝王 在过去封建时代 平民百姓 号称天子 抓起来 不用审 马上杀掉 要造反 现在虽然民主时代 走到大街上的时候 我是国家主席 我是国务院总理 有人信吗 骗人的 那么相关司法单位 还要追究责任 在佛门里面 如果这样做 一般人拿他没办法 护法神 可不会饶他 所以薛夫人 在这个地方 是应当谨慎的 还有另外一种 他不是纯心骗人 他误会了 怎么误会呢 就是他修到 一定的境界 对这个境界 缺乏人指导 理论不清楚 他以为 他正果了 以为他有某种成就了 也跟别人讲 他不是骗人 他以为是真的 这是一种误会 会误导大众 以前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曾经提到 有一个居士 有一天 就来找老人家 找到之后 师父来 我跟你讲 什么事情 我正阿罗汉过了 老和尚听得很认 说真的吗 是真的 老和尚仔细了解之后 发现他误会了 跟他说又说不清楚 他真的以为他正阿罗汉过了 可能出现一些境界 然后老和尚就说 我问你一件事情 我们在房间里面 那个马路上 人来人往 你能看到吗 看不到 他们说话 你能听到吗 也听不到 他们想事情 你知道在想什么 更不知道了 老和尚就说了 你别证阿罗汉过了 你连小乘虚头环都不是 他说那怎么回事 小乘虚头环 断贱货 天眼天耳现贱 就是这一种 自信本有的能力 恢复了 小乘虚头环 天眼天耳 自然就起作用了 如果证阿罗汉国 六通俱足 这是自然而然的 这么一说话 他才明白 那我没证阿罗汉国 证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一种误会的情境 那么在念佛认当中 有时候 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这几天念佛 念得特别伐喜 念得特别认真 心地特别清净 这只不过是 短暂的一种清安 一种伐喜 还不一定能持久 但是有些念佛人 就跟他们说 我得念佛三昧了 我一心不乱了 别着急 别着急 还要再等一等 如果这个境界 再提升 一直持续下去 真的能够三昧相应了 其实自己这个炫耀的心 也就没有了 还有一丝毫炫耀的心里 证哪门之国 苹果可能证几里 怎么可能会有圣国呢 证圣国的人 他不计较 他证了圣国 就是金刚经上说的 小成虚头还 都不做事念 我得虚头还国 何况更高的国位 他不只做这个 正因为他不执着 所以他正身 所以对这个现象 我们要了解清楚 那么一般呢 我们这个大妄语 不太容易犯 只要了解之后 不是纯心骗人 又不会误会 大妄语不会 小妄语呢 有时候免不了 有些学佛同修问 师父什么叫方便妄语 方便妄语 就是在利益众生的前提下 开一种方便 就像经上举的例子 猎人在追赶一个兔子 从我们这边经过 我们明明看到 他往东面去了 猎人过来 我们不能告诉他 一直问 要问下落的话 那最后不得已告诉他 他到西面去了 这是一种妄语 这个妄语呢 就是方便 这是一种慈悲 救了两个众生 这个兔子救下来了 同时也挽救这个猎人 让他少造一点杀意 在救护众生的前提下 妄语可以开 足以方便 但是很多朋友听到之后 那这样就好了 于是动不动 就来个方便妄语 给自己找借口 也叫方便妄语 保护自己的利益 不叫方便妄语 那就叫妄语 方便是说在利益众生的前提下 可以 所以这地方我们要正确了解 那么学佛人在这个地方 要学的 不妄语 就是培养真诚 待人真诚 言语 诚实不弃 有人说了 不行啊 我跟别人讲真话 别人不给我讲真话 我吃亏了 这个不用担心 吃亏是福嘛 更何况 天天讲假话 有一天真的需要讲真话的时候 我们讲出来 别人也不相信了 别人认为我们这个人就是 就是这个假话连篇 讲什么别人都不相信 我们吃亏就吃大 就像我们以前听到 小朋友的故事 放牛娃天天喊 狼来了狼来了 大家以为真的狼来了 一窝蜂都跑来要打狼 结果他开玩笑 再喊人就少了 到最后狼真的来了 喊破喉咙 没有人来了 你说谁吃亏 道理很简单 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这种行为却很重要 所以不忘于 就是培养一种诚实 不齐语 齐语是什么意思 齐就是装饰得很漂亮 用在言语上的 就是花言巧语 甜言蜜语 具体而言 就是会煽动人感情的言语 譬如说言情小说 现在很多文学作品 几乎都归到这一类 都是煽动人感情的 那么这一类的言语 都是属于奇语 就是让人听到之后 动感情 而且有些情绪起伏 很严重 在传记中 大家可能都看过 有这样的记载 随狐传的作者 施奈安 这是当时的大才子 这个人写随狐 没有写完 死掉了 怎么死的呢 自己嚼舌而死 咬自己的舌头 自尽 写不下去 发狂而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随狐传里面太多 会到会饮的情节 就是教人怎么去偷东西 教人怎么搞婚外恋 把这些情节 描写得非常详细 他在教人做这些 他没做 但是他教人做 让人看到 这些都可以学 很多人就因此 成了良上君子 很多人因此 学会了这一些 不好的做法 所以他要承担 这个因果责任 这个作品 没写完 自己嚼舌而死 舍了之后 有人到地狱看到 他还在地狱 他在地狱受罪 非常残酷 然后这人就问 旁边的这个工作人员 就是狱卒 这个不是某某人吗 这是大才子 怎么会这样 他说了 他教坏了很多人 很多人看到他的作品 受他负面的影响 他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呢 人间只要还有一本随狐传 还有一个人看他的作品 受他的影响 他就不会出来 那现在事情麻烦了 现在作品到处都是 到处改变 越来越多 所以时代案 真的有点为难了 不仅如此 他子孙三代 都是哑巴 这是警示世人 做个视线 那么他的这种做法是什么 就是其余 严重的其余 用现代话讲 就是在误导社会大众 用自己的才华 用自己的言语 误导大众 污染人性 那么在一般文学人 文学作品 从这个角度来看 认为这个正常嘛 这个文学作品嘛 有正面有负面 都值得欣赏嘛 欣赏值得欣赏 对于上等人 无所谓 但是中下根性的人 他受不到正面影响 他所受到的 就是负面影响 举个简单的例子 网络很好 网络绝对是一个好工具 对于上等人 他知道怎么样合理利用 但是中下等人 控制不住 所以很多青少年 沉迷在里面 这就是说 我们看待问题 要一分为二 所以其余这一块 那么我们 从这个地方 得到一点启发 我们讲话呢 言语之中 就是尽量避免 这一类的 煽动人感情的 这样的言语 少讲 尽量不要讲 有时候呢 我们跟人开玩笑 玩笑开大了 也属于其余 有时候朋友之间 开玩笑 没有关系 但是 如果玩笑开的 没有原则 一不小心 听的人认真了 麻烦就大了 所谓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就会结下恶缘 所以开玩笑呢 也要有点分寸 这个地方 也是值得留心的 接下来 不恶口 恶口 就是讲话 粗鲁 言语不简点 满口脏话 让人一听到 这人没叫呀 那么我们学佛人呢 走出去 言语之中 要让人感觉到 学佛人就是不一样 谈吐很文明 说话很有分寸 不会恶言相向 哪怕别人对我们讲话 不文明 不简点 我们不要这样 反回去 我们多少 要懂得 学佛人应该有的风度 那么有时候啊 很多人会说 我讲话就这个样子 我心直狗快 我改不了了 其实这不叫心直啊 很多人讲话声音很大 然后脏话什么话 全部都讲出来 他不认为这样不好 他说我直爽 我心直 这不叫心直啊 这叫习气 真正的直心 楞言经上讲 直心是道场 那一种心 是菩萨的心 表现出来 是菩萨的行为 那么一般人认为的 可能在性格上 在这个地方 大家认为 这个性格很好爽 这可以理解 但是在言语上 还是要尽可能的 婉转一点 多学习 孔老父子教人 言语 摆在第二个科目 头一个是德行 第二个就是言语 要学着怎么讲话 不要出炉 不要恶言相向 甚至在有些时候呢 讲话还要婉转 善巧一些 同样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讲的不妥当 让人听到会很难受 让人听到很难受 那可能就是恶语了 我们的意义是好的 好心 但是别人听到 没有好的感觉 这讲话是一门艺术 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国王 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到什么呢 梦到牙齿掉了 上下牙齿全掉了 他觉得这个梦 好像有点不对劲 醒来 就问群臣 这到底怎么回事 有谁能够解梦 群臣推荐 某某人可以解梦 然后这个解梦师来了之后 就跟国王直接了当地讲 说国王啊 这个梦不怎么激励 只有一枚金币 你去拿 你只要手伸进去 就能拿出一枚金币 但是要留意 你在花第一枚金币之前 要想好了 就不可以再拿了 就是第一枚金币花出去 这个布袋里面 就再没有钱了 那就是考考它 是不是真的一点就知足了 这个穷人说 那好 没关系 然后说完了 上帝不见了 他就把这个布袋拿来 伸手去拿 果然拿出一枚金币 放到一边再拿 没完没了 每次拿都有 已经拿了一大堆了 肚子饿了 想买点东西吃 可是又想起来不行 花钱之后就没了 就这么多了 怎么办呢 忍一忍继续拿 拿到更多了 感觉足够多的时候 再去花 于是拼命拿 拼命拿 拿到最后 整个巫师都堆满金币了 大家猜怎么样 他死在那个布袋旁边 饿死了 到这个时候他还感觉 这还不够用 还不够用 还不可以花 活活饿死在 这一堆金币旁边 这是一则寓言故事 但是故事中的主人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身影 有人赚钱赚的很多 舍不得花 曾经遇到过这样的 真的这样的人 自己赚很多钱啊 亿万家产 舍不得花 也不给亲人朋友 干什么呢 真不知道干什么 藏在那边数 看后面的数字 一个灵 两个灵 还有很多灵 少一个灵 睡不着觉 多一个灵 开心的不得了 最后临死的时候 看着这后面的灵死掉了 这也算是一种享受啊 就像过去故事中讲的 那个贪心的财主 藏了很多铜板 不愿意花 也不愿意帮助穷人 怎么办呢 别人都睡着了 他一个人挑着灯笼 到钱库里面 钱箱打开 天天半夜在那边摸 我的钱啊 我的钱啊 他觉得这是一种享受 这还不够 还要拼命的再去赚取更多 真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人过度的放纵自己的贪欲 迷失人生的方向 这还是好的 有些因为贪心 而不择手段 造作更多恶业的 那就更可怕 所以贪能连带升起一系列的烦恼 根本烦恼 那么学佛人虽然无法完全把贪欲去除 要少 少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社会现前的标准 一般人的生活这个程度 我们能够过得去 可以了 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 太过于计较 不要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地方 那我有更大的福报呢 有更多的财富呢 有更大的能力可以赚取更多财富 这很好 用这些财富去利益更多大众 而不是用来自己享受 这样就转贪欲 为菩萨的慈悲不失 这是不贪 不撑 不撑这一条也比较难 撑就发脾气 严重的发脾气 那么轻的呢 轻的是生闷气 这个生气有好几种情况 有人生气不高兴 就找个人来骂一通 骂完了他就没事了 我们有遇到这样的人 他不高兴 旁边有人随便找来 大骂一顿 骂完他没事了 旁边人不高兴了 旁边没人呢 随便拨一通电话 谁接电话谁倒霉 把对方骂一顿 这种人也很特别 还有呢 生气的时候 自己不愿意发泄 干什么呢 躲到一个角落去哭 躲到房间里面生闷气 折磨自己 这也会折磨出病来 有人发脾气 有人闹情绪 拼命买东西 购物卡刷光光 钱花完 有人生气 拼命吃东西 这我们都遇到过 还有人生气 摔东西 家里面有什么东西 能拿动的全部摔掉 脾气发过之后很后悔 再买来 准备下次摔 这一切都是负面情绪 不好 有人说了 我也知道不好 控制不了 怎么办呢 临时在控制 来不及了 应该平常 就把自己的情绪调整一下 对很多事情 看得平淡一些 尤其是生活中 小小不如意 不要太计较 把自己的心平下来 从哪个地方开始练琴呢 还是从言语 忍一忍 不要说发脾气的话 忍下去就没了 说出来呢 说出来就造业 忍不过 忍不过怎么办呢 忍不过到佛前忏悔 有很多这一类的方法 可以提供我们做个参考 那么菩萨修学 是用慈悲来对质称慧 多称众生 修慈悲观 就是用一种慈悲心 来代替我们的称恨 怎么学呢 我们平常多观察 用慈悲心观察 观察让我们生气 让我们发脾气的这个人 这个众生 这个事情也要想 这个人很可怜 我不应该对他生气 而应该生起慈悲心 他做这个事情很过分 对我没有影响 但是对他自己不好 我应当生慈悲心 为他祝福 为他祈祷 希望他早一天回头 养成这个习惯之后 以后再看到这一类的人 或者这一类的事情 不会生气 会生起慈悲心 这是佛教的 多称众生 修慈悲观 那么具体的操作方法 我们自己要在生活中 去留心 有耐心的学习 最后一条 不吃 这就是鱼诗 多吃众生 因缘观 观察事情的因缘果报 从哪里观察起 从我们生活中的遭遇 点点滴滴 今天遇到个人 很讨厌 怎么又遇到他 这是不明了因果 我们才会讨厌 明了因果就知道 过去生中 我们结的不善愿 看到之后 正好借这个机会 化解一下 不要再冤冤相报 最近很倒霉 做什么都不顺 这不叫倒霉 这叫还债 这叫修行 消业障 明了因果 学佛人 一定就会这么想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不是这样吗 那我们眼前所有的遭遇 我们为什么不用因果 去观察 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现在遭遇的是果报 在遭遇到这个果报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 就种下 接下来的因 所以这个因果 就循环下去 那么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因为不明事理 不明因果 于是 就变成什么呢 恶性循环 这个不怪我 这个事情怎么这么糟糕 我心很善良 为什么老天对我不公平 好 愈而埋怨 恶业造的越多 于是 就出现了一般人讲 祸不单行的果报 就是 一连串的不如意 接下来 接踵而至 不是外面来的 是我们一系列的恶业 造来的 所以明了因果的人 就叫 知天命 通达命理 不怨天 不愿天 不由人 把一切遭遇 都看作是人生成长的宝贵经历 对修行人来讲 都看作是正上缘 这样一来 自己在这个里面 就能够保持 纯净 纯善的信心 那么实善 合在一起 就是身与一善业 放在这个地方 对念佛人来讲 要求并不高 就是我们自己 把这些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言语 负面的行为 慢慢的减少 养成一种 纯善的习惯 在这个基础上 如是 昼夜思维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种种功德 种种庄严 至心归一 顶礼供养 自然而然 就会感得 灵命忠实 不经不步 心不颠倒 往生 必佛构图 总结起来讲 就是中辈往生的念佛人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一种 善良的存心 这跟观经上 讲的相应 心地善良 他没有害人的想法 他没有做过亏心事 方方面面 他都能够做到 非常善良 这样的人 念佛 肯定往生 往生品位 就是中辈 当然 中辈中呢 又分上中下 那就是善良的程度 有多少不同 总而言之 中辈往生的人 绝对是一个善人 就是我们讲 做一个好人 好人的标准在哪里 好人的标准就在这里 实善俱足 以此念佛 往生净土 必定得中辈国报 这是中辈往生 这一段经文 重点在前面的实善 那么后面这一段呢 思维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 就是前面说的 义佛念佛 至心归一呢 归一 就是我爸身心 全部都归头到 阿弥陀佛大怨海中 我这一生 就依靠阿弥陀佛了 对一个真正念佛人来讲 一切是一切处 不会忘记阿弥陀佛 不会离开阿弥陀佛 我们换个说法 就是阿弥陀佛 是我们念佛人的精神依靠 永远不要忘记 靠得住 大家不用担心啊 说靠得住嘛 靠得住 比人可靠多了 靠人人跑 靠山山倒 这我之前听到一个同学讲 挺有意思 就是我们这个世间 所认为的种种依靠 都靠不住 但阿弥陀佛决定靠得住 阿弥陀佛有愿 为一切众生 做大医护 做依靠 所以我们归一 直接了当 归头弥陀 大怨海中 这是我们永恒的依靠 从此以后 这个顶礼供养 就是一教奉行 就是在前面 修缮的基础上 归命念佛 必定往生 这是中备往生 这一段经文 我们就学到这里 好 这边有同修 问了一个问题 尊敬的人山师父 您好 我刚才在赵王菩萨那 拿了点 碳灰做药 但房间里没人 我是自己拿的 请问 我这是不是怯道 若是怯道 我该怎么办 这位同修真的很难得 看来学习很认真 严格讲 这还真算头盗 所以厨房做饭的同修 要特别流行了 地藏经上 专门举这么一个例子 比如供佛的菜 为供佛生 不得先长 那有人说 怎么知道咸淡呢 供佛的菜 不需要味道 这个要知道 佛不吃的 我们不要认为要佛 还要尝一尝 没有 这是一种表法 供鬼神 鬼神可能会尝 佛还需要尝这些吗 所以供佛的饭菜 是一种表法 真正供养的是什么呢 供养的是法身 就是借助这个表法 提醒大众 我们不要忘记 广修供养 因此供佛的饭菜 不要尝 那么给人做的饭菜 要尝呢 那么你拿出来一点 另外去尝一尝 不要用贪心尝 就可以了 我先借助尝的名 我先吃一点 这就不对劲了 这个在心态 那么厨房里面的 所有这些用品 那么厨房的菩萨 真正发心 真的这地方要留心了 厨房里面 这些饭菜也好 最好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反正我在厨房里面 也没人知道 多吃一点没关系 按正常情况 我们这样吃没问题的 如果是厨房里面负责人 那么到场里面的 公用的 自己有权利去支配 合理的情况下 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如果是拿来自己用的 这在道场里面 讲得非常严格 如果是拿来自己用 要怎样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 要白做 那么像刚才说的 这个其实按一般人讲 这算不了什么 这点灰也算吗 这个事情很小 但是这种精神很难得 那么既然说出来 假如这个是盗窃的话 已经忏悔了 这个罪就没有了 以后呢 以后如果有人 到这个厨房里面负责人 说一下 我借用一下 那么这个事情也不会不同意的 实在没人呢 跟厨房里面的菩萨 厨房里面那个 锦纳罗王 厨房里面的菩萨 这个拿着拿着一个勺子 有些地方竖的是拿着一个烧火棍 大圣锦纳罗王 八部护法之一 他在厨房里面 他在看着我们 比那个摄像头还管用 佛门有说 卫共仙长三铁棒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没有人 在菩萨面前 请示一下 我要用 现在来不及跟别人讲了 跟菩萨 这个 禀告一下 就可以了 就是这点事情 菩萨也不会在意 这说明的就是 我们不能有一种道心 不能有一种随意的心 不能有一种占便宜的心 尤其在道场里面 特别留心 那么这位菩萨 我觉得是在视线 我们学了之后 马上就能够这样去反省 非常难得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不用在意了 这一种精神 却值得发芽 值得赞叹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